把鸡蛋倒入油锅中 瞬间变成一道美食 做出来好看又好吃 真的太下饭了 今天把详细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准备五个鸡蛋清洗干净 然后打入碗中 把鸡蛋咬散 锅里油温烧着五成热 倒入鸡蛋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浇做菜 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 把鸡蛋炸着扶起定型之后翻个面 炸着金黄熟透之后捞出控油 准备一个鸡腿去骨之后切成小块 再把土豆胡萝卜和洋葱都切成小块 起锅烧油 放入鸡块煸炒 煸炒出油脂 这样吃起来更香 放入刚切好的配菜翻炒两分钟 加入适量的清水没过食材 盖上盖子煮十分钟左右 把食材煮熟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这个咖喱块 根据自己的口味 加入适量的咖喱块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再放了 把咖喱块完全融化 接着再用小火煮五分钟 时间到了再放点青红椒 炸好的鸡蛋减成小块 也放入锅中翻拌均匀 美味集成 浇到米饭上面 美味的咖喱鸡肉饭就做好了 配的米饭吃真的是太下饭了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做法也很简单 喜欢就赶紧做一家人尝尝吧